好 千万不要再骂中国男男了啊 为什么呢 想一想 亚洲杯中国男男是不是排在第四名世界杯排在第四名的是谁呢 不是美国队吗 虽然美国队拿到第四名是不是依然是人们心中公认的全世界最牛逼的人球最好的国家呢 是不是 所以说不要再骂中国队了 那中国队排名第四难道不也就是亚洲杯当中 最牛逼的吗 而且呢 他们俩在下一盘大棋啊 美国队得到第四名其实就是为了让张库杜合理 让之前的一些牛逼的老队员不愿意在国际赛场上征战的一些球员进行一个比赛 所以呢 他们故意放水 让这些老球员即使到了四十岁啊 三个人加在一起超过了一百多岁 所以依然要打球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嘛 所以中国队他啊 故意啊 把底裤都疏穿 就是为了让姚明 王志志 巴特尔 朱芳宇 王四鹏 孙悦 再重新披上国家队的战袍 为国家队效力啊 就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啊 让我们这个90后或者是说80后要有重新的一个青春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是下一个深刻的大棋 篮鞋也是让我们整个中国篮球的心重新燃烧起来 对不对 男篮队员是很不容易的 他们是在演戏的 是不是 而且中国队男子篮球是实力相当强的 亚洲杯 冠军是谁啊 不是德国队吗 亚军是谁 不是塞尔维亚吗 都是从中国的身上跨过去的 中国是磨刀石啊 中国是燕金石啊 没有中国队 对不对 他们能得到冠军 能得到亚军吗 对不对 中国队是什么啊 欲强不弱 欲弱不强 为什么 就可能别的弱队 在德国和这个萨尔维亚的手里可能要输100分 150分 但是中国队就输了50多分 虽然也是输啊 但是输的很低很低 所以啊 中国实力是很强的 但是呢 遇到弱队啊 比如说是2队 菲律宾的2.5球队 他们竟然也赢不了一分 显输 为什么 不是说没有实力 是你演的 故意的 OK 上半场能领先20多分 就充分证明中国队是有实力的 但是 正正规矩来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 对面人不讲武德呀 利棍单打呀 一个人在三分线上 瞎吉巴仑啊 然后呢 就蒙进了 你说这能怪中国吗 和教练班照的 教的是不一样啊 教练说啊 不能包夹啊 哪怕是马上又追上来了 也不能放 放规很强硬 哪怕是恶意啊 都不行 所以啊 不会玩了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规矩 战术 还有一些 演练好的一些战术动作 是完全赢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不讲武德 你变样了呀 明明说好了 甚至要战术来打球 你非得立棍单打啊 那我输了能怨我们中国队吗 啊 你菲律宾 你就非得用这一个人啊 40分钟的比赛 你用39分40秒 中国队必须得所有人啊 最多最多30分钟 不能再再用了啊 以前的CBA啊 全场防守 广州队 辽宁队 这些全场紧逼 他们体力一一窍不同 和网红体力都是一样的 他们没有一丝体力啊 教练必须得给队员以足够的关爱 32分钟以下 32分钟以上 那不可能啊 我们都是你捏的啊 喝点水都自身难保了 所以呢 中国队呀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知道吧 有头发的教练不继续用 非得用没头发的 球员一看到这不就心里有数了吗 一看到光头就知道啥意思了 就上去就演了 不全力以赴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我们的大摇 大智 大巴 阿联 对不对 王四鹏 朱方宇 再回到我们的球场上 让我们啊 老一批的球迷重新的又燃起了对中国队的希望啊 不要再骂了 谢谢你们 我也不再骂了 啊 十年前 啊 看到自己喜欢球队输掉 那是挑股吸髓啊 啊 这家伙 这难过的不行不行 给一分钱 一分钱都不给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冷静关球啊 输了就输了啊 直接就是关闭电视机 对不对 打手游戏好不好啊 这个出去玩一玩好不好啊 对不对 我不说了 就到这里吧 就这样啊 说一下吧 这家伙子被含富了 啊 ben 安不能了 他就可以了 一款 siellä thriving 才快可以 secretary吃天才